不要 实验专案报告 面对国民党立委徐晓星 咄咄逼人 行政院长陈建仁也怒了 许晓星完全不听陈建的回答 拿着麦克风就是连珠炮 还硬扯 签面人跟绿鸡蛋事件 有人说呢 这个事件是政治签面人 你同意吗 他们说台中市政府下毒啊 我认为 讲签面人这件事情 是违言宠听的特色 委员你不懂吗 委员你不晓得签面人的下毒情况 跟这个情形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现在是 这个鸡蛋糕菜都欧北倒了 台下的律委看不下去 起身抗议 下一棒的钟嘉宾 也酸了一下 盲看戏的韩院长 委员许长 好像没有任何阵务的现场 只是通告在那个时候 作为节目主持人 以现在的医院长 分析的分析来自治 陈建仁不仅与徐晓星正面交锋 碰上新科兰尾廖伟祥 批政府带风 像是台中实验室污染 陈建仁反击 也没再客气 先射箭再画宝 请问你有新的试证 证明说他们的实验室有污染吗 18号到后来2月2号公布 这个期间已经过了两个礼拜的时间 最严重的事情 就是在这18天里面 没有做第二个检体的检验 有一群猪吃了瘦肉精 这个瘦肉精 只会跑到一只猪的那一块猪肉 才奇怪 这就是科学 当民众党立委质疑 猪之内障可能也有疑虑 陈建仁则笑笑温柔回应 不仅被询时软硬监尸以礼服人 前一天提给党团的书面资料 则提到过去台湾曾发生多起重大食安事件 包括三聚氰胺塑化剂等 这些属于系统性事件 但在蔡政府执政后 进行食安五环政策 近8年已经减少 被解读 暗指前朝马政府食安状况多 立院食安专报 从早到下午 面对蓝白炮生隆隆 陈建仁一一拆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